有关说法毫无实时依据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帮助非洲应对债务问题 在20国集团缓债倡议当中 中国的贡献最大 近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中国积极参与20国集团缓债倡议 贡献的缓债额度高达63% 报告还指出 中方同其他参与方进行了良好沟通 有效执行了缓债措施 出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日前尼日利亚副总统奥星巴乔表示 西方国家政府对所谓中国债务陷阱的关注是反应过度 非洲国家对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无怨无悔 非洲需要中国提供贷款和帮助修建基础设施 中方会在西方不会或不愿出现的地点和时间出现 中国才是非洲更好的朋友 中国始终致力于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的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始终基于平等互利原则 同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融资合作 始终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债务负担 中国不是非洲国家债务陷阱的源头 而是帮助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陷阱的伙伴 一些美西方政客编织各种话语陷阱 企图干扰破坏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合作 他们的伎俩已经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看穿 越来越没有市场 世界银行的统计报告显示 在非洲整体外债当中 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所持债务占比 接近四分之三 是非洲债务大头 其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持债务 又占多边金融机构总额的近七成 美国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大股东 来自美欧的金融资本 是非洲国家最大的商业债权人 在参与解决非洲债务问题上责无旁贷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承担责任 在推动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 实质性参与处理非洲债务问题上 做出更大努力 分析 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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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